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恋爱了 两人打算一毕业就结婚 男生家庭条件一般 全款买了一套房子 之后家里就没有什么钱 女方父母要了三十八万的彩礼钱 本来男方不同意 但是女方父母坚持 并且云诺这个钱会让女方带到南方去 看到儿子这么喜欢 老两口只好问亲戚借了点 终于能欢欢喜喜结婚了 结婚这天 新郎满怀欣喜的来接新娘 没想到伴娘团一直在吊纳她 好不容易闯关后 没想到新娘的父母更过分 说还要六千八百八十八的红包才能让新娘出门 新郎说少一点 可是对方父母得寸进尺 一分都不肯扔 难回一气之下 就说不结婚了 直接跑到了邻居家 向邻居家的一个女生求婚了 网友们也纷纷发表了评论 网友A 这家人家简直就是卖女儿 他们有为自己女儿的幸福主想过吗 网友B 现在女儿 得怎么这么败金 我们以前结婚岳母都没管我 要采你啊 网友C 幸好这个男的明智啊 不然以后还要被这个女的给吸光了 以上图片群来源于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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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